這間餐廳介紹玉瓶的新術方法 他們都是官仔骨骨的穿得很像西裝 西裝挺直的去檢測這些重犯 跟香港的懲教署的制服團有些不同 穿西裝不過他們的工作雖然很苦悶 每天都好像跟囚友一樣在看天打掛 但其實他們都是一個很危險的工作 例如在過往幾十年裡面 29年裡面有三位不同的容卓 就因為他們執行職務的時候就殉職 其中有一次就是 有一些囚友就在那裡起控 在那裡做暴亂 然後就直接衝進了武器房 武器室那裡 剛才是見過的武器室 就拿了一把槍 就挾持著那些懲教人們做人質 後來就射殺了其中一位的懲教人們 然後有其他幾位都受傷的 也有試過是有囚犯去嘗試襲擊那些懲教人們 用不同的方式 包括就是爬上屋頂之後 就讓他們對視 然後拿了他們的武器 然後殺了他們 或者是放火 那都試過 所以這份工作其實都是相當的充定的